根据火力军的个人意见 日本在二战后的军工产业 是世界范围内迫具特色的一支 这不仅是因为地处于岛国的环境 让日本的武器装备研制 要更多急于当下的环境 日本的工程师们 即使是在大构型参考国外成熟产品的情况下 在细节设计上 日本设计师们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而这就是日本武器的取胜之道 在日军获得了心心念念的740坦克之后 他们很快发现 740是一种服役即落后的坦克 虽然类包一构型中 防御力最强的名号和液气全快的使用 让740非常符合日本的使用环境 但毫无疑问 在苏联开始在远东使用T72 乃至T80的大背景下 让740去对抗那些 安装有125毫米的坦克炮 和新一代钢针的怪物 那会让740死得渣都不剩 虽然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坏消息 但是路上自卫队还有一个好消息 打T80并非是天方夜谭 因为北约已经在逐步装备新一代 穿甲神器 来因120毫米L44坦克炮 这种火炮正在逐步装备在 鲍尔A4和M1A1等 北约新一代主战坦克上 并且由于苏军在80年代 已经将大部分资源 投入了金阿战争 所以日本北方的压力 倒也不算太过严重 接替740主战坦克的 下一代主战坦克计划 可以放缓步伐 在一种轻松闲适的环境中进行 把之前先考虑的全部考虑到 把之前任何因为紧张绝世 而不得不抛弃的花火 全部重拾起来 事实上 日本的工程师们心中 一直有一个决战兵器的梦 在潜意识里 他们认为造兵器 实际上就应该和大和号 或者造高达一样 使用一种绝对强力的兵器 在局部战场上 可以通过自身的素质 完全碾压对手 经过国际局势的风云变换 和日本自身的经济增长之后 工程师们终于有圆梦的条件 造出一种他们理想中的坦克 一种优越的 完全本土化的主战坦克 正如同740的设计目标 是对标苏联 在远东地区部署的T62 新一代主战坦克的主要目标 是针对于苏联 在远东新部署的T72和T80等 三代主战坦克 新一代主战坦克的 项目代号为TKX 和740设计参考包一一样 90式的设计 也在相当程度上 参考了当时新锐的鲍尔坦克 不过虽然90式 这一看和鲍尔一样 都是方头方脑的 但二者的内在 以及设计思路 实际上并不一样 总体来说 90式可以看成 套着鲍尔壳壳子的 日本资产坦克 原型TKX的开发 于1976年至1977年之间 由三菱重工和TRDI联合开发 主要分包商 包括日本制钢所 大金工业 三菱电机 富士通和NEC 可谓是全国上下 只要和军工沾边的企业 都会被拉进来 参与TKX的开发 第一个原型 于1982年完成 是纯国产化实验车 配备了日本制钢所 有限公司生产的 120毫米 44倍净化烫炮 并且发射 由大金工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 日本弹药 第二辆原型车的开发 则是在1985年6月完成 和第一台原型车 是火力实验车不同 第二台原型车 则是装甲实验车 由于日本在此之前 并没有开发 或者受邀开发 坦克复合装甲的经验 所以TKX0002的开发 延误非常严重 从1983年10月开始 该原型车进行了测试 和设计修改 改进了炮塔设计 和半模快化 陶瓷复合装甲的结构 一直持续到1986年10月 在第一批原型车中 日本人确定了一些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 弄个标准的 北约第三代主战汤克 尤其是还有BAR和M1 爱布兰的参考下 好像没有想象中的男 第二个事情是 国内的狗东西 是真的敢要价 国内的复合装甲模块 和120毫米 44倍镜滑糖炮 总体的造价 是采购国外现有产品的 两倍到三倍 如果按TKX0001 原型车的架构 来制造量产版 主战汤克的话 那代价基本等同于 量产了一群火蝶 任何一台坦克的 不可修复损失 都是走在 日本军费开支上的 一级重拳 所以1986年至1988年间 日本开始紧锣密鼓地 建造了第二批的 TKX实验车 为了降低成本 日本从德国 进口了一批 蓝银金属的 120毫米 44倍镜滑糖炮 结果验证发现 蓝银金属的滑糖炮 价格更低 炮管寿命也更好 于是1990年 第一台TKX坦克 正式走下生产线 因此也被称为 90式主战坦克 90式主战坦克 又被称为90式战车 是日本陆上自卫队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 主力坦克 它总体上 依然有三菱重工 进行设计和制造 作为代替 六一式 补充七四式的角色而存在 而七四式主战坦克 依然要在自卫队中 再服役几十年 等到全新的 10式坦克到来 才能逐步退役 火力方面 出于成本控制考虑 90式使用了一门 北约标准的 蓝银金属 120毫米 44倍净化烫炮 配合 一缕 石榴石激光测距仪 32位弹道分析计算机 以及改进的热成像 和目标自动跟踪系统 这让90式 可以在全天后 全天气下 和任意目标进行交战 作为新时代设计的坦克 90式具有完整的 列尖火控系统 车掌可以使用周视镜 探索目标 而炮手则使用瞄准镜 锁定目标 火控系统 支持车掌超越控制 所以车掌可以在炮手 没有发现目标的时候 越过炮手 调炮 直接摧毁目标 这套系统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那就是在炮手 失去战斗力的时候 车掌依然可以指挥 主炮反击 而不至于失去 最重要的火力 和鲍二系列不同的是 90式的莱茵120毫米主炮 拥有尾舱自动装弹机 这也让90式的车组成员 构成为驾驶员 炮手 车掌三人 尾舱自动装弹机 采用传送带式结构 通过传送带上 固有的弹药对准炮尾 再推弹入膛的方式 进行装填循环 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 在不必选弹的情况下 尾舱自动装弹机的射速 非常之高 以90式为例 其最大射速为4秒一发 而鲍二的静止状态下 装填速度也基本上 不会少于5秒 这1秒的优势意味着 一分钟内 90式可以打出15发炮弹 而鲍二最多只能打出 12发炮弹 同时为了防止 自动装弹机失效 90式依然保留了 手动装填功能 但因为它并不是 为了手动装填而设计的火炮 所以它的射速 会降低到连鲍二都不如的地步 也只能算是在紧急状态下 依然保留了 开火的能力而已 当然这个射速 也只是停留于 尾仓自动装弹机 满弹的情况下 由于尾仓大小的限制 所以90式的一半弹药 依然和鲍二一样 存放于车体前部的弹药架 当打空尾仓弹药时 就必须停火 将车体前部弹药 转移至尾仓自动装弹机中 这也算是高射速下 不起眼的小小缺点 在防御方面 90式维持了 和鲍二一样的基础设计 采用了半模块化的复合装甲 具体数值方面 车体手上和炮塔 拥有一致的 约450毫米抗穿 600毫米抗破 可以有效对抗90年代 速军最常见的 3BMR2 3BM42 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 以及125毫米破甲弹 唯一的问题是 由于90式的正面装甲构型 并不是两段式 而是三段式 所以在手上后方的车体上顶盖 以及手下部位 几乎没有符合装甲的保护 仅能防御小口径及炮弹药 这对于90式的近距离战斗来说 相当不利 不过呢 好在90式凭借于出色的火控系统 并不需要和敌人在近距离战斗 所以装甲构型的缺陷 实际上并不致命 在机动方面 90式采用了可提供 1500匹马力的 3010ZG32WT10缸 两冲程循环产油发动机 该发动机 偶合30MT15自动变速器 拥有四个前进挡和两个倒挡 最高前进时速 每小时70公里 同时倒车 也拥有每小时 最高30公里的速度 90式基础性的车重 仅为51.6吨 所以同为1500马力的发动机 它的公众比为29.07 远超于鲍尔S 这台坦克 从0到200米的加速性能 为20秒 鲍尔S为23.5秒 另外据一些路子车长称 90式可以在50公里时的速度下 在2米的距离内刹停 所以让驾驶员踩死刹车时 一定要抓紧 不然上半个身子 探出去的时候 有可能整个人从车里飞出去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在74式坦克上 自卫队已经确定 液气悬挂是日本坦克 未来必备的部件之一 但在90上 液气悬挂实际上是经过阉割 或者高清上说 是经过取舍的版本 在74式坦克上 液气悬挂可以让坦克向左 或者向右倾斜 以调平火炮发射时的倾角 在90式坦克上 更先进的火控系统 可以自动检测火炮的横向倾角 并且在弹道计算中 给予自动补偿 再加上挪了一堆 高精尖装备 实在没钱 弄更复杂的液气悬挂了 所以90式的液气悬挂 取消了向左 或者向右倾斜的功能 从而只保留了车体向前 或者向后倾斜的功能 以便协调火炮复养角 90式的基础浮角 只有浮7度 但液压悬挂 可以额外提供 浮5度的车体下压 这就让其火炮真实浮角 在-12度 虽然不及740 作为一种倾注了 日本工业心血的坦克 90式的单位造价 迅速飙升到了 8亿日元每台 按08年汇率算 约为740万美元 即使在以单车价格 建长的北约三代 主战坦克中 这个溢价 确实也太过分了点 但考虑武器造价 就绝不能抛弃时代背景 彼时的日本何等风光 经济泡沫 让日元购买力飙升 后城东京 就能买得下 整个美国的汽车 日本对8亿日元的坦克 并没有什么实感 大手一挥 制定了使用90式完全替换 老旧的61式和74式的计划 但随着90式 在1990年走下生产线 此时的日本 已经因为金融危机 而变得千疮百孔 一年之后的成诞节 苏联解体 北方的威胁至此 是真的不复存在了 到这儿 自卫队才后知后觉 8亿日元的坦克 是真的肉统 对比起这个造价 是M1A2 S1P的两倍 是其他国家坦克 三倍的90式 自卫队不得不大幅削减 其采购规模 1990年至2009年间 三年共生产了 341辆90型坦克 平均年产量为19辆 在2009年停产之后 剩余的90式的预算 则被转移到 10式坦克的研发上 而90式取代 全部74式的目标 直到10式出现的年代 才算勉强实现了一部分 造价高呢 并不代表东西就好 除了造价以外 90式最被人诟病的点 就是在于可靠性 甚至有了90大小姐的魂名 用来讽刺其可靠性不佳 首先就是自动装弹机方面 由于自卫队的公务人员 而非战斗人员的性质 所以对于防止工伤 避免日本政府支付 巨额赔偿金方面 三菱重工可谓是下了血本 在90式坦克的自动装弹机 和其他尾仓放置弹药的设计一样 在工作时 需要打开尾仓防爆门 才能推弹入堂 在M1和爆二上 开关防爆门是手动开关 虽然具有一定的防甲功能 但根据亲地伊拉克战争的车长来说 M1的防爆门在要关的时候 不一定能关上 在不关的时候 也不一定能停下 就曾经有车长 因为防爆门防甲的不灵敏 差点在M1上 失去自己的指头 而90式呢 则正好相反 90式的防爆门设计非常灵敏 而且在选弹推弹的流程中 装弹机工作路径上的任何杂物 都会让装弹机停止装填循环 路上自卫队的90式车长就抱怨过 自动装弹机的防甲 甚至一根头发都会触发 在运作过程中 哪怕是传感器前 划过任何东西 都会让系统紧急停止装填进程 只有彻底清理传感器 才能让装弹机复位 万一在战场上 因为一脚擦到传感器 而杀停自动装弹机 那可就真的是死不瞑目了 另外一个可靠性问题 则在于行走机构 和七四世上小打小闹的问题 不同的是 90式的行走机构 尤其是液气悬挂 真的是不坏则已 已坏惊人 在训练场上 90式因为液气悬挂之效 导致直接趴窝的情况屡见不鲜 甚至会导致非常难事的 不明液体泄露一地 当然 虽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明液体是液压油 但是这个观感 实在难以让人不联想到 其他的什么东西 这主要的问题 依然被归结于 三菱重工对于90式的考虑不足 毕竟对于90式来说 这几乎是使用液气悬挂的 最终的坦克 而之前 三菱重工只有设计七四世的经验 所以对于90式的体重考虑不足 才会导致90式的液气悬挂 不堪重负 故障频发 说到了体重 在90式身上 还有一个关于体重的景点谣言 那就是在运输中 我们经常能看见 90式的炮台和底盘 被两台运输车分开运输 在运输中分头行动 等到目的地再进行组装 很多网络军事账号 都将其解读为 日本桥梁道路无法承担 整装90式的体重 或者是90式超过了日本交通省 对于大建货物的重量上限 因此不得不分开运输 实际上 日本超过65%的主要桥梁 仍然被认为可以用于90式 即使加上运输车的重量 这些数字依然不会低于50% 尤其是在东京周边 以及北海道地区 并且在实际案例中 我们也不乏90式完整躺在平板车上的案例 这个事情的真相是 90式之所以不得不分头运输 主要是因为路自运输车队的限制 路自总共有中型半挂车 一二型 七三式特大型半挂车 以及特大型运班车 四型平板运输车辆 其中中型的运载能力为20吨 七三式的运载能力为40吨 特大型搬运车的运载能力为50吨 这也就是说 体重50吨的90式 能且只能被特大型搬运车整个运输 而其他的运输车 想要运输90式 就只能将头和身子拆开 一台运一半 当然这也并不代表 90式加特大型搬运车 就可以通过50%以上的日本桥梁 如果我们将这对搬运工和货物视为整体 那么它的总重将来到70吨 这样一来 可以通行的桥梁总数就锐减 仅占总体的不到20% 并且70吨的重载拖车 也会对道路上造成相当程度上的影响 所以在一些道路条件 不满足整体运输的地方 即使是特大型搬运车 也会将90式分开运输 这个场景 实际上我们在机动警察和平保卫站 就可以看见在深夜 完整运输进东京的90式坦克 和740一样 虽然90式坦克在鲍尔A4构型中 是最强的那个 但是它并没能走上战场 反而成为了电影明星 在EVA 左翼抽武器 哥斯拉1991 迪迦奥特曼等影片中 都出现过90式的身影 让武器成为电影明星 或许这就是和平二字的解释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视频见 欢迎讨论区下期英文 diagn能诺号 候 mileage 中式 外面 说 城市 闺